在很多古代影视剧中,我们常常能听到一句话,将犯人发往宁古塔,给披甲人为奴,勇士不得入关,犯人往往听到这句话都会面如死灰,因为他们知道,走一趟宁古塔,比走十遍黄泉路还要恐怖。 然而,对于犯人来说,刘放让人闻风丧胆,但是对于负责押送的差役们来说,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美差,我们都知道,宁古塔是个苦寒之地,它位于黑龙江牡丹江一带,从京城到宁古塔,足足1500公里,古代没有汽车飞机,所以押送的官员们与犯人自然是要用走路的方式出发。 犯人们带着沉重的枷锁,没有吃的,没有喝的,有些人还有一身伤,所以路上走得十分艰难,虽然比起犯人们来说,押送的官员稍微好受些,但是也不是多舒服,他们照样需要双腿走路,等走到宁古塔,路上的官员也要累死不少。 虽说这个差事这么辛苦,但奇怪的是,自古以来,官差们都抢着押送囚犯,尤其是女球更加抢手,这是为什么呢?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首先,我们先来看看流放的路上多么辛苦,古代皇帝一般都会把南方人往北流放,北方人往南流放。 总之选的都是蛮荒或者苦寒之地,就拿清朝最经典的流放宁古塔为例来说,凡是被判流放的犯人, 需要在一个月内就要上路,他们带着沉重的手铐与脚链,一般为了防止犯人逃跑,都会将他们全部用铁链锁到一起,不同的朝代出发方式也不同。 清朝时期,都是男女老幼一起上路,每天必须要走五十里路,要知道,一个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普通人,不吃不喝走十个小时,也不过能走四十公里左右, 那么饿着肚子,身上带着受刑后的伤口,并且带着沉重枷锁的犯人。 每天需要走到二十五里路,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,不过其实这点苦对于犯人来说其实不算什么, 最重要的是他们一旦走过辽东,那噩梦才刚刚开始,古代的东北偏远地区很多都没有开发, 除了蛮荒之地,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,这些原始森林中除了藏着一些剧毒的蛇虫鼠蚁, 还有食人的野兽,很多犯人半路被野兽吃掉,甚至官差也有丧命者,这些都在正常不过了。 如果是恰好在冬季上路,也许路上没有了剧毒的昆虫,但是东北的天气能达到零下三十至四十度。 并且在几百年前的古代,那些未开发的地区可能会更冷,这种冷可不是普通的瑟瑟发抖, 很多犯人衣不避体,没有饭吃,一个不小心就要被活活冻死, 而对于官差来说,除了有生命危险,还要随时防止犯人发生暴动,很多犯人都是举家被流放, 要说古代的囚犯害怕牵连家人而乖乖就犯还能理解。 那么,当他们举家都被流放的时候,还有什么可怕的呢? 所以,这就不排除有的犯人会趁机反抗,甚至有权有势的人家还会有人半路截囚, 一旦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交不了差,负责押送的官差肯定要受到重罚。 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了流放的可怕,就应该知道押送犯人也是个很辛苦, 并且有生命危险的活,那么,究竟是什么原因,让官差们都抢着来押送呢? 其实对于官差们来说,押送犯人比在衙门里干活舒服多了, 说到这里,就会有很多人问,衙门里的官差有银子呢? 威风凛凛,吃喝不愁,每日喝酒吃肉,甚至还能打打牌,为什么不舒服呢? 然而,我们不要被电视剧欺骗了,也许会有生活这么滋润的官差, 但是负责押送工作的官差却绝不会这么舒坦,就拿清朝时期来说。 牙役并不是在官制内的人员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相当于临时工, 他们是衙门里地位最低的人员,他们每日大清早就要起床点卯,随后升堂,审讯。 如果有需要抓捕人员这种吃力,还要被骂得活,那自然只要他们去做, 平常没有活祭的时候,就会在衙门里打扫卫生,收拾刑具等,又或者帮自己的领导跑腿。 俗话说,官大一级压死人,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,可没有人敢反抗上级的命令, 那么相对来说,如果外出去押送犯人,天高皇帝远,反而比在衙门里被压迫舒服得多。 此外,如果他们恰好押送的是一些犯了罪的名门望族,那么他们的运气简直是爆棚了, 很多有钱的人家害怕家人受苦,就会拿出很多银子贿赂官差,让他们对犯人多加照顾, 如果有更好横的家族,会直接掏钱买几辆马车,带上吃的喝的,让他们舒舒服服的上路。 另外,但凡是身份不一般的人被流放,那就极有可能不会出现一大批乱七八糟的奴仆, 那么人少了,官差也省心,路上对于犯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一路上说不定旅途还十分愉快。 当然了,流放的犯人也有整个家族,包括奴仆们被流放的。 流放队伍浩浩荡荡,官差们一人领一个队伍,那么他们拿的钱就少了。 另外,还有一个看似荒唐,却也不是不可能的原因, 有些官差押送犯人后,也许会等到一个机遇。 历史上被流放后,又平凡的人不在少数,如果在流放的途中。 哪个心地善良的官差,曾经对他加以照顾,那么等他平凡以后,自己也有可能飞黄腾达了。 很多人说,在古代一旦被流放,几乎没有平凡的可能性了。 然而,这并不是绝对的。 清朝时期的纪晓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,当初纪晓兰因为得罪了乾隆,被发配到新疆,两年以后,乾隆又因为无人可用,将纪晓兰召了回来。 那么,我们想象一下,如果当初押送纪晓兰的官差,恰好做了什么事,让纪晓兰感激不尽,那么难保纪晓兰回来后,不会对他加以回报。 这些官差,除了抢着押送犯人之外,在这其中,他们尤其喜欢押送女囚犯,里面又有什么隐情呢? 说到这里,很多人都认为,女囚犯是个相当敏感的话题了,官差们抢着押送女囚犯,是不是方便行一些不轨之事呢? 其实,这还真是其中一个原因,在电影《宁古塔》中,就说了严露堂被流放一事,严露堂新婚当夜,还没见到新娘子,就被抓起来流放了。 在流放的队伍中,除了新娘子,两个陪嫁丫鬟也一起被抓走了。 在路上,这些女眷们吃着搜了的食物,穿着单薄的球衣,看起来就楚楚可怜。 于是,押送的官差就起了歹毒的心思,他们私下讨论新娘子是在洞房前还是洞房后被抓的。 如果是在洞房前,那么说明新娘子还是清白之身。 最后经过讨论,有个人说道,抓到新娘子的时候,她连衣服都没脱,肯定是还没有原房。 这下几个官差来了兴致,反正女囚被流放到宁古塔后也要被糟蹋,既然这样,还不如他们先享受。 于是,这个女囚就被侮辱了,最终女囚因为不堪受辱跳崖而死。 官差们就习以为常地处理了尸体,然后继续赶路,其残忍程度可见一斑。 在真实的历史上,女性都会缠足,所以,她们的走路速度相较男性来说就慢了不少,原本三五个月的路程。 她们至少要走一年,这一年的时间可不容小觑,很多女囚走着走着,孩子都生出来了。 这对于那些如同禽兽的官差们来说,不比要送男囚要舒服多了吗? 当然了,也不是所有的官差都会做这种事,一方面有些人没这个胆子。 另一方面,如果是押送的有钱人家的小姐,她的家人会拿出一笔不菲的钱财给官差。 这笔钱往往比押送男囚犯得到的要多得多,这里面自然有说法。 很多女囚被官差糟蹋的是,大家自然是心知肚明,所以心疼女儿的人家就会特意准备一笔钱。 这笔钱就是为了让官差不要碰女囚犯。 很多拿到钱的官差都会遵守承诺,毕竟她们押送完还要回京复命。 要是被囚犯的家人知道自己碰了她们的女儿,那自己肯定要遭殃。 说到这里,也曾经有人发出疑惑。 有钱人家半路给官差们塞点银子,直接逃跑不就行了吗? 其实古代的流放没有那么简单,每走到一个地区都有严格的文书,要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, 那指定没多久就会传到皇帝的耳中,官差们也要掉脑袋了。 其实综合来看,古代负责押送的牙医们,比之在衙门干活确实稍微舒服一些, 有很大的几率能拿到一大笔银两,如果只是安安稳稳地在衙门干活。 那可一辈子没什么出头之路了,所以她们都抢着去押送犯人,尤其是女囚犯。 只是从这件事上来看,无疑是揭露了人性丑陋的一面,自古以来,人们都是无力不起早,正因为有利益,所以她们才挤破头地去争抢这个位子。 另外也从另一个方面看出,古代女子地位低下,生活得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凄惨,这是封建社会的悲哀,实在让人叹息。 在电视剧中,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囚犯被发配到边疆,虽然流放有可能保住自己的性命,但是在流放的路途中所受的痛苦和煎熬是很多人都承受不住的。 对于承受能力比较差的人来说,这种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折磨比死还可怕,所以在流放的路上自杀的人比比皆是,在南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流放到南方,到了清朝的时候就是发配去冲军,既然发配这么辛苦,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牙医争着去坐呢?尤其是遇到女球被流放几千里地,牙医们更是挤破脑袋的要去,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呢? 在我们看来,流放的路途遥远,条件又差,一路上都是坐着球车甚至是走路过去的,负责押送的牙医日子也不好过。 虽然他们不像囚犯一样被夹锁束缚,但是几千里路可不是闹着玩的,而且把犯人送过去后还要自己返回衙门,这种苦差事, 怎么会有人抢着坐呢?第一个原因就是自由,这些牙医都是一些底层的人员,平日里做事情都要看人脸色, 根本没什么地位不说,而且俸禄非常低,平日里工作辛苦,还没有自由,但是流放就不同了, 在流放的途中除了犯人就是牙医,这些牙医就是老大,而且非常的自由,第二个就是钱的问题, 牙医们的俸禄都非常少,全靠县态岸心情发放。 但是在押送途中是有钱拿的,家里人被判流放,一般的家庭都会凑几两银子,贿赂一下负责押送的牙医, 希望自己的家人在途中能够少受点苦,如果碰上有钱人家那就收得更多了, 这些钱自然都被牙医自己收起来了,有时候押送一趟收的钱都比一年赚的还多, 有些女囚犯的家人怕他们在路上被侵犯,送给牙医的银子自然是更多的, 所以一般来说要是押送队伍里有女囚的话,牙医会更加的积极,有钱谁不想赚呢? 第三个就是很多时候押送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辛苦。 一般的百姓犯了重罪就是杀头,只有那些有地位的人才会被流放, 这些囚犯家里都很有钱,家中安排马车和吃穿用的东西,牙医们自然也能享受很好的条件, 综上所述就是牙医都愿意去押送犯人的原因了,其实这一路上的好处还是很多的, 条件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艰苦,既能蹭吃蹭喝。 还有好处呢,谁会跟钱过不去呢? 有营且彩蜡做事